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谁与针锋 我是王峰 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话题 美国为什么最怕中国统一 其实大陆多年以来 曾经好几次宣示一个重要的概念 其实我认为这句话 是在跟美国直接讲的 本来也就是跟美国直接讲的 因为世界上的霸主就是美国 那讲什么呢 就是太平洋够宽 容得下 中美两国共存共荣 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合理 也非常对 太平洋觉得太平洋的确是非常宽广 不要说容纳两个国家 容纳十几个国家都够 但是呢其实 这个太平洋国家当中 最在乎人家会不会占他的一席之地的 我看周边的国家地区 唯一只有美国 心眼小得不得了 你不要看美国是一个泱泱大国 其实他的心态 小鼻子小眼睛小到极点 但是现在他还是世界龙头 那所以呢 美国为什么会疑神疑鬼 为什么美国啊老是怕两岸统一 原因很多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啊 假设我们中国实现了完全统一 两岸一旦统一成功了 美国啊立马 他的这个一些过去的龙光啊 完全逆转 美国会严重啊 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 其实美国现在已经有非常严重的 被迫害妄想症啊 大家想想看 美国在1944年194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得了啊 太平洋战争打到一半的时候 他已经心里面有底了 认为这场战争他会赢了 而且呢德国也快打败了 日本也在眼前了 1944年1945年 那个时候美国人就认为 太平洋是他的 全世界也是他的 一战 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美国也参战了 但是美国啊 最被他国内的人名 还有政客不满的就说 你参加了战争 可是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管是在欧洲 在世界各地 美国没有掏到什么大的好处 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很大 可是二战 美国就认为说 不管是打欧洲打亚洲啊 美国都认定 我这一次只要打赢了 我要把所有的利益捞回来 美国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美国就是用这种 进赌场的这种规矩啊 他认为应该是赢者全拿 就是winner takes all 他是winner 所以take all 二战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赢者啊 他当然就是全拿 所以美国在潜意识里面 他有一种独霸心态 他有一种吃毒食的心态 全球横行霸道 看美国 为什么呢 他认为他是二战的赢家 所以呢 赢家当然全 这个赢者全拿嘛 所以老美啊 你跟他说 哎呀我们要来共存共荣 我们在太平洋和平共处 他才不吃你这一套 他认为太平洋没有什么共存共荣 就是我一个人共存共荣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二战之后啊 太平洋地区 或者甚至于欧洲 甚至于非洲 这个全世界各地 任何国家地区啊 就以太平洋地区来说的话 日本韩国 还有台湾地区啊 甚至于像英国他的老 他的老东家 这些国家跟地区 大家都要俯首称臣 都要俯首贴耳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赢者全拿 所以第二个原因我要讲啊 如果中国一旦完全统一 美国会吓得 这个每天睡不着觉 中国是一个大国 东方不亮西方亮 黑了南方有北方 不愁没有回旋一地 从毛泽东这句名言 可以看得到什么 中国人的艰苦卓绝 意志坚定 那我不妨提出一套数据 来说明老美 怕我们统一的原因 今年是2020年 其实到现在为止啊 全球各国各地区的GDP 排名啊已经慢慢出来了 美国的GDP排比啊 就是按照去年来说的话 或者今年上半年来说的话 美国的GDP占比啊 就是全球的占比 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啊 我之前在谈中国的富强的时候 中国的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这个GDP的占比曾经百分之六十 可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各国各个地区文明不对称发展的时候 可是到了工业发达的时候 到了现在资讯时代的时候 占比要超过百分之三十是不容易的 所以美国世界龙头第一宝座百分之二十四点七 那他已经不容易了 那中国GDP的全球占比是多少呢 现在为止大概十六点九 那这个水平啊 这个水平大家听的是好像有点 跟这个古代啊不成比例啊 我也说了现在的时代不一样 十六点九我认为中国已经了不起 才短短的四十年改革开放 就快要迎头赶上 就已经超音快要赶美了 双方的差距啊 跟美国的差距大概是百分之七 那如果说这个差距百分之七啊 如果我们把台湾地区 把香港地区也整个算进去的话 也只不过能够增加一个百分点 但是美国心里有数 你现在虽然差我六 差我七个percent 可是呢 美国心里非常的着急 尤其是这一任的特朗普 川普总统啊 这个特朗普他心里面是很着急的 为什么尤其是 你看他最近才开始戴口罩哦 他本来死都不肯戴口罩 原因是什么 不希望美国真的落后在经济方面 所以你看看 美国他心里面的焦虑是怎么样 他就怕 这次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啊 会影响他 其实我们再看一个数字 从2005年到2015年中间啊 中国人在美国啊 得到PhD的专业人才啊 将近5万人哎 大家想想看 你说美国不胆战心惊吗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四个原因跟指标 比较中美两国的基础建设啊 这个基础建设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攸关一个国家 他的富强 他的富强就是要靠翅膀 要靠引擎 基础建设就是翅膀跟引擎 截至2019年底啊 中国的高铁的里程 已经高达3.5万公里 这个是全世界可以称霸的 铁路的总里程啊 也高达13.9万公里 双双世界冠军 那高速公路更是不得了 有14.3万公里 一般的公路更是吓人 就是铺着柏油路面 可以四通八达的公路啊 高这个长达485万公里 更是世界第一 那这个是陆地的 海上港口设施啊 全球集装箱 就是货柜的港口 世界前十大的港口 中国就占了七个 大家可能会问说 王先生啊 你没有讲我们的量子卫星啊 我们的激光武器啊 我们的激光科技啊 我们的AI人工智慧啊 我告诉各位实在是讲的 讲的不胜讲 可是呢我讲四个数据指标 就可以说明啊 为什么美国非常担忧 非常恐惧中国统一啊 就是中国如果跟香港 跟台湾整个这个力量 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告诉各位 这个美国啊 不但说党都挡不住 就算美国联合了五眼联盟 什么英国啦 澳大利亚啦 什么纽西兰 加拿大整个加起来 都挡不住中国称霸的 这样的一个势头啊 所以呢要避免中国的完全统一 这个是老美现在心中啊 最大的一个心愿跟想法跟目标 他的毒霸跟吃毒食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这个大趋势大未来 已经是一个必然的命定 所以呢美国肯定啊 他是这一个没有办法 挡住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 美国心里面他的噩梦 迟早就要成真 谁与争锋 我是王峰 我在无色觉醒